公車轉運站 人來遠往 慈意志工街頭發放口罩 司機如獲至寶 要求民眾在公共場合之下 一定要佩戴口罩 尤其是公交通的司機們 可是在目前的情況而言 真的就是一罩難求 所以公交單位以及政府 就請求司機的幫忙 疫情在全球蔓延 口罩最珍貴 用一個台幣十塊錢的肥皂來洗手 在莫三比克更不是人人買得起 只能用燒過的煤炭來代替 在鄉下部落是常態 也是政府宣傳的重點 戴上白手套示範正確洗手 沒沾上飲料的地方 就是遺漏的地方 衛生局人員特地來到慈激的家 做衛教 此一致公擔負起社區種子的責任 走路家家戶戶 傳遞正確的防疫知識 教導正確洗手 示範如何戴口罩 甚至自製影片 上傳網路 減少出門 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用眼的用說的都讓人一目了然 即使在貧窮的國度一切資源都有限 但防疫知識他們不匱乏 大愛西文知識美知公 莫三比克報道 到了 感谢观看